太平投遍坑西自行车道 一早就看到秘密忙吧的人潮 一边是登山健行 而另一边是铁马公光 两边的人潮不相盛下 大家可都是来参举 这太平一年一度的大型运动盛会 15年了 那这样子的时间呢 整个穹山人心 带不落山梦梯梯 这样的招牌 每个民众都很喜爱 今年5000分的纪念品好像不够 我想明年我们要追加 鼓励大家走出户外来运动健身 台中市体育总会 践行登山会员会 连续15年举办铁马公光 践行赠辉来 而今年的人气比广年高 有不少家庭是全员出动 还有人自己纠团 增加人次冲破5000大关 这样子来回12公里 脚踏车的话 那走路的我们规划短一点 来回大概6公里 很舒服 动一动真的很棒 有时候一个人运动会比较懒 参加这种活动大家一起践行 有时候意愿就会提高 我们今天找到几个人 将近10个人 大家一起运动的感觉怎么样 很快乐 对 慈命高中阅仪队也加入这场盛会 为活动注入不少的年轻活力 而市长胡志强更亲自动场 会活动站台 并在现场抽出两台脚踏车 从市长的手中接下礼物 让两名的女性得主很兴奋 直呼幸运 一般人在假日就是很少 这样子爬山健行鞠车 然后可以办这个 然后让大家聚在一起这样抽奖 很开心 主办单位大手笔 送出超过50台的脚踏车等多项大奖 让台下的民众很开心 他每双借此鼓励大家 年年踏访太平 来这运动登山骑铁马 感受远离都市承销的自然魅力 这点叫话台中采访不到 好 好